台东正西路关京城路口的 龙衣出租套房 凌晨发生大火 警销出动了大批人员来灌旧 出动了23辆消防车 大概花了两个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而且还颇及到三户民宅 二楼先救出了三个人 但不幸的是 在二楼219房这边呢 冒出火焰的时候 后方也躲了一个男子 但他逃生不及葬生火枯 三楼则是有一个人呢 爬窗逃过一截 房东声称 这一名租客常常因为喝醉酒 进出警局 起火点一次就在他的房间 不排除又是他喝酒酿活 大火不断燃烧 农烟持续往上窜身 焦虹火光在夜里显得更加吓人 消防局赶紧出动 九支分队23台消防车来灌酒 13号凌晨12点多 龙衣出租套房发生火警 位在台东市正气路61号和63号 二楼后方219号房间 有一位阳性老翁受困身亡 而同一层楼三名住户则 由消防队员引导逃出 或是一路烧到后方联动房子 有四栋被波及 后方住在京城路上的租客 从睡梦中惊醒爬窗逃出 房东声称起火点就在上面老翁的房间 他是社会局长期关怀的对象 12号早上才因为喝酒闹事 被带到警察局 直到傍晚才回家 现场是联动市 一二楼的木灶 砖灶 及瓦房式的建筑 所以延烧非常的迅速 而且周边整个防火箱 整个被搭盖死 对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以及房东是否有违法 营业租乌兰客 都是警方后续的调查重点 华世奇闻 陈君 红战人 萧宇秀 台东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